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我是小枫 中国监管机关打劫马云 对阿里巴巴进行反垄断调查 并在26日第二次约谈蚂蚁集团 导致中国科技业股票连续两个交易日呈现卖压 仅其中4000巨头被抹去的市值 就逼近2000亿美元 身为风暴点的阿里巴巴股价在香港重挫达8% 不过美国总统川普让步签署规模9000亿美元 疫情纾困法案 果然带众美股大涨 美股三大指数包括道琼、纳纳斯达克、标普全收历史新高 在股发行ADR中盖股同售齐汇 其中阿里巴巴美股盘出跌3% 不过即一路回涨 最后以0.2%的涨幅收盘 虽然仍接近7月1日以来最低点 但已经跟港股股价相异 折算股价 阿里巴巴美股价格还高于港股价格2.8% 阿里巴巴近日公告 公司的董事会 以授权增加公司的股份回购计划总额 由60亿美元增加至100亿美元 该股份回购计划的有效期为两年至2022年底 阿里巴巴已于本季度开始执行该股份回购计划 阿里巴巴早盘高开高走 截至发稿涨5.81% 报222.2港元 成交额30.84亿港元 此外据报道 沙特电信公司阿里巴巴云 以及沙特和阿里巴巴支持的 EWTP Capital基金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阿里巴巴云以及沙特和阿里巴巴支持的 EWTP Capital基金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将在沙特提供公共云服务 将在未来5年投资5亿美元 阿里巴巴云将在利亚德设立新办公室 通过合作 沙特电信公司将能够利用阿里云 经过验证的基于云的技术和服务 以加速当地技术生态系统的增长 阿里云的国际总部设在新加坡 它为全球企业提供一套全面的云计算服务 其丰富多样的生态系统 涵盖电子商务、支付、物流和供应链管理解决方案等 作为合作伙伴关系的一部分 阿里云计划在未来5年内 向沙特阿拉伯投资5亿美元 此外 该公司将在利亚德设立新的办公室 为当地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培训 近日 由上汽集团、张江高科、阿里巴巴集团 联合打造的智己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在浦东新区完成注册 据悉 智己汽车将打造全新的首创股权结构 WSOP加CSOP持股平台 11月26日 上汽集团公告称 公司你与张江高科、横距资本 共同出资设立 上海原界智能科技股权投资基金 合作企业有限合伙 任脚出资总额为72亿元 基金你计划与阿里巴巴专项投资于 高端智能纯电汽车项目 项目暂定名为智己汽车 上周 上汽集团旗下高端品牌智己汽车在浦东新区完成注册 目前 据天眼查信息显示 智己汽车注册资本为100亿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为王小秋 经营范围包括从事汽车科技、网络科技、信息科技、计算机科技、汽车租赁、二手车经销、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等 据了解 智己汽车采用的是全新的股权结构 即ESOP加CSOP持股平台 从股权结构上构建起核心员工与用户的双轮驱动 全面推动用户型企业的创新建设 具体来看 智己汽车注册资本100亿元 其中 上汽集团出资54亿元 持有54%的股权 张江高科与阿里巴巴各出资18亿元 分别持有18%股权 智己汽车另外10%股权 将划分为5.1%的ESOP核心员工持股平台 和4.9%的CSOP用户权益平台 智己汽车也将应用包括区块链在内的一系列前沿科技 以数字权益的形式确认用户贡献的数据价值 也因此 未来的智己车主将成为智己汽车的数据共生伙伴 值得一提的是 智己汽车已宣布于明年1月13日 发布一款轿车和一款SUV车型 明年4月 智己汽车将其三款产品同时亮向上海国际车展 届时 智己汽车还将公布首款车型的购买方式 并接受限量预定 除此之外 智己汽车现正与明德时代共同开发 掺柜补理电芯电池技术 而这款电池在全新的整车架构宽带内 最高可实现将近1000公里的续航 以及20万公里零衰减 新技术通过电芯材料配方的优化 专利承组技术隔热阻燃 及全助力电池包壳体封装技术 结合BMS端云协同管理 保证电池安全 据了解 搭载前述电池续航可达1000公里的纯电车 将来未来五年内陆续推向市场 很多人拿今年的阿里与2018年的腾讯相比 2018年的时候 腾讯公司也受到游戏版号的影响 但腾讯的股价只是横盘震荡了一年 并没有引发大规模的下跌 为何呢 因为腾讯的社交基本盘没有受到影响 腾讯游戏只是为腾讯贡献了三分之一的营收 腾讯云和腾讯金融的发展 已对冲了游戏版号的风险 而我觉得这一次阿里巴巴遇到的问题 要比之前腾讯遇到的严重得多 阿里现在面临什么问题呢 那就是电商基本盘动摇了 因为蚂蚁事件之后 阿里的形象也受到了影响 人民日报都说了 要把心思放在星辰大海上 而不是盯着底层人民的菜篮子 按照张磊的价值说法 一家企业只要能为社会创造长期价值 那么这家企业迟早会得到极大的回报 要我说 如果一家企业没能给社会创造价值 反而对社会产生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 那又该如何 我们不妨来看看阿里的电商 现在电商成本不比租金贵了 全国各种商家都在淘宝上面买卖 实际上是损害了城市的繁华建设 这些交易服务费又全流入阿里巴巴 等于吃全国 以前你在同城的门店消费 这些钱还在你们本地流传 迟早你会赚回去 但现在大家都去阿里购物了 这样就向少数人集中了 大家明白吗 所以综合以上来看 我并不认为当前是抄底阿里的机会 至少要等到那几家电商平台的下一个财报 到时候再做决断 坦白说 阿里和腾讯同为互联网巨头之一 两家公司上市这么多年了 大家不妨对比一下两家公司 为投资者带来的回报 腾讯这边是真股王 而阿里的股价呢 这些年才多少 阿里当前的核心是电商 国内核心电商还有15%至20%增长 目前市场只给20倍左右估值 相对于不怎么增长的 为此很多人表示 如果回头两年再看阿里巴巴 那么阿里当前的股价是低估的 但对于这个说法 我并不认可 这么说吧 美股的苹果公司和A股的贵州茅台 这两家公司才是真的 拿望远镜都找不到对手 而阿里就不一样了 阿里的电商未来很多年 都要面临巨大的压力 如果说电商不在二选一 那么阿里的卖家 也可以去京东和拼多多开店 这对阿里来说是损失 对京东和拼多多来说是利好 这两年多来 拼多多和京东的股价 是资本市场认可的 并不是一众小散户吹出来的 所以我觉得吧 不要和市场作对 当然了 如果你是一名保守的投资者 手里又是大资金的话 我觉得可以抓住时机 持有阿里 往后五年 在阿里上的收益 会跑过GDP 跑过国债 跑过一般性理财 五年15%的年化收益 应该还是有机会的 段永平被称为 中国版巴菲特 他在2019年的时候 就清空了阿里的股票 为何呢 一方面是由于拼多多的崛起 再一个就是段永平 不认可阿里的企业文化 阿里的使命是让天下 没有难做的生意 可阿里最终却搞上了二选一 二选一的结果就是 肥了阿里自己 伤害了对手 平台卖家 以及我们用户 马云确实做了很多 改变中国的大事 但是感觉钱多了 成了资本家 忘了初心 蚂蚁给我老婆 借备十万额度 晚三点五利息 给我九万额度 晚四利息 据说很多人 借备利率还是万六 这样的借贷利率 确实太高了 还是打着银行的幌子 搞P2P那一套 就拿蚂蚁旗下的 支付宝来说 就应该回归支付本源 提升交易透明度 严禁不正当竞争 做人当以性子为本 既然 马云的阿里退休 演唱会也搞了 那么就应该说到做到啊 中国有句古话 叫做 时事造英雄 几乎每隔十年左右 就会换一批风云人物 每一批风云人物 都风光过 如之前的梅老板 房地产老板 再到近些年的 互联网老板 但正如 人民日报的那句话 是时代造就了马云 不是马云创造了时代 话说的够透了吧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 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 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